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做些什么呢 这是一些小吃 我们在日本餐馆经常有吃到有一种 萝卜呢 它是黄色的 我那时候很好奇 为什么日本的萝卜是黄色的呢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做这个日本的烟萝卜 那它是为什么会变成黄色的呢 就是我们呢 上次煮这个新加坡 新州炒米粉的时候用的 碗姜粉了 你看这个碗姜粉 碗姜粉 碗姜粉呢 在新加坡很多在超市啊 在哪里啊都可以买得到的 这个碗姜粉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要放这个下去 那这个日本的萝卜是怎么做的呢 那我先呢 介绍一些那些材料 萝卜今天呢 我就用了两种 一个呢就是这个白萝卜 另外一个呢是青萝卜 还有呢就是这个糖 砂糖 胡椒 哎呦这个在哪里 看不到 这个 黑白胡椒我可以 一些下去 大概放20粒这样子 还有这个香叶 八角一个 还有一点点盐 很简单的一个 忘了忘了还有一个 这是醋 因为我这个品呢是旧的 还剩一点点我怕不够 就买多一瓶 那好我们来处理那个萝卜 其实主理萝卜呢 就我就是 嗯 好简单的 第一呢 我们呢就要把它 把那个皮刨掉 好我们先来准备哈那个水仙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哈这个 把这个香叶 洗干净 冲一下水就可以了 这个发酵 再冲一下水 就放在这个锅里面 我们就把它放下水 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锅里面 那这个 呃 这个呢 我这个锅就在旁边了 放在这里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给多少的水呢 我刚才呢 就给了300ml 300ml 然后呢 我们给600ml 这个水 清水 就是给600ml 这样子 放在那个锅里 然后那个醋呢 我们要给多少呢 就是给大概500ml 这样子 我们量一下它 真的不够 刚用剩那个不够 我就 下午呢 才去买多一瓶 因为要做这个 日本萝卜 有时候我们在日本餐馆 吃东西的时候呢 就很喜欢吃这个萝卜 它爽爽甜甜的 而且颜色很美 这里是300ml 我们把300ml 放进去 这是2比1 还不够 我们要给到 这个给多100 就是给400 给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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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国它 因为它的水是600 所以水是600 我们这个给多 这个100 就是400 好了 然后呢 我们要加点什么呢 就是这个砂糖 就准备好的 那个砂糖 我给的是黄糖 你们可以给那个白糖 也可以 因为家里没有白糖 我就给这个 里面有点水 出一下 然后呢 就是那个黄姜粉 黄姜粉呢 黄姜粉呢 我们给多少呢 它主要呢 这个整个萝卜 它变成黄色呢 就是这个黄姜粉 所以呢 我们黄姜粉呢 就是给大概 这个黄姜粉 这个黄姜粉 小心的拿 这个汤匙呢 我们给了 这个 一个汤匙就可以了 这个 一个汤匙的黄姜粉 我们就放在水里面 那也黄姜粉也放了 来擦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胡椒 这个胡椒粒 这个胡椒粒 这个胡椒粒呢 我就给大概20粒 然后我们就放下去 原来这一瓶 胡椒粒呢 它是倒不出来的 因为我的儿子呢 就买错了 它是一个粉状的 它就是怎么样 还不懂 它这个胡椒粒呢 它是这样子 就好像那种 这样子磨下去的 所以 我们呢 就没有一粒一粒的 那我就给胡椒粒粉 就算没有一点胡椒粉 有时候小孩子 叫他帮忙买东西就是 但是倒一点下去 不要太多 我们只是要那个味道 然后呢 就放在那个锅里面 然后呢 就再来煮一下 然后呢 就再来煮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盖住 在这边煮一下 然后呢 在这边煮一下 在这边煮一下 然后呢 我们呢 就回来去切那个萝卜了 然后呢 把这个头 再断掉 你把这段也不要切 你把这段也不要切 那我们切成什么的 形状呢 它有几种这个萝卜的切法 第一种呢 我们呢 就是这样子 切成它一块一块 这样子的 这样大小的一块一块 就是大概一个手指的位置 就这样子 再几个去看做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一个规则的 只是觉得比较 如果每一粒都这么大小了 就比较好看 自己扔住它就可以了 这样去切 这个你看很美 整个绿色的楼 好 好 这下我们的就是绿色的 放在一边 另外一种切法呢 我们呢 就把它切成这个 一条一条的 瓢瓢 小金属 把这样子切开它 然后呢 就配个 放上一推 你看 好像这样子 好了好了 我们的 萝卜已经鱼了 哇 这个水 哇 好香哦 又酸又香 这个很特别的味道 就是那个 来 我们看看先看看看看 哇 就是了很美的颜色 所以呢 又美又香 然后呢 这个水哈 这个香料的水 我们煮好了 你看这个香叶 还有这个八角 这个八角 还有放点糖啊 刚才放了一些香料呢 都在里面了 那我们呢 已经煮开了之后呢 这个火呢 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你看 它已经大滚了 应该大概滚了 有两分钟 因为刚才我在 处理这个萝卜的时候呢 这个火呢 我就在煮了 所以那香味呢 已经出来 我们呢 就把火关掉 关掉火之后呢 就把萝卜放进去 就是一个一个 轻轻的放进去 因为一下子倒下去呢 我怕它会整个飞起来 就慢慢放下去 等它呢 这个水冷却了之后 两三个小时蒸它 然后呢 就放在那个冰厨 放在水柜 就可以来来吃了 所以做这个 日本萝卜 就是很简单的 在家呢 就可以自己做了 有时候呢 吃饭的时候 就拿一点出来 再切小它 或者整块也可以 然后呢 大家都 特别的 吃饭的时候呢 就很开胃了 谢谢大家